其實憑良心講 一開始他們發起這個運動的時候 全台灣大概沒有人看好 大家就覺得說 你們三個臭皮醬就好吧 你們愛玩就去玩一玩 結果沒想到被他們玩出梗來 而且玩到韓國瑜都不能忽視 玩到趙紹康都不能忽視 把王毅川挑出來罵 我先潑一下王毅川冷水 你不要以為那天後面兩千人 還是衝著你來 免得王毅川太了掰 你不要看王毅川長這樣 人家很有人氣啦 他是屍奶殺手 對 如果你看過2018年 韓國瑜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那個攤石舌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數量絕對比韓國瑜多 韓國瑜那時候攤石舌 我們看一個正面 這個正面大概有六七台機車 就是一個正面 韓國瑜當年的一個正面 大概兩部機車 但是王毅川那個機車隊伍 其實是很寬的 比較胖的車隊 對 而且你知道 他們在轉彎的時候 有點像憲兵機車連 很整齊 真的非常整齊 對 而且 對 而且